- 走啦! - 不要再講話了!走啦! - 你走啊! - 走啦! - 走啦! - 走這條林道 - 再去水源,找看看有沒有水 - 走過來,走過來! - 注意喔!看到這一個也要敬禮喔! - 這個是女神 - 也要敬禮 - 橋大快點過來啊! - 幹嘛! - 蓋小你! - 蓋小幾遍啦! - 啊! - 喔!這個是橋大 - 看到要跪著 - 第一男主角 - 這個台北來的里洲人大哥 - 要跪兩下 - 還有台中來的三寶路 - 還沒過來 - 要趴著 - 啊!我們走囉! - 這段林道 - 還蠻不錯的 - 我們往回找路啊! - 看能不能找到 - 比較好走的路線 - 我們早上要嘗試通過封閉 - 找不到路啊! - 啊!我們剛才走過來的時候 - 看到一個很新的坎衡 - 大概兩三天的樣子喔! - 表示說獵人有進來 - 如果能找到獵人的路 - 出去就很好走了 - 如果能找到的話就造福山友啦! - 對不對! - 對! - 期待找到嗎? - 就可以三刷了 - 三刷了 - 中途遇到獵人 - 這座獵人還要再使用 - 哇!好多水喔! - 接了好多水 - 這裡接了很多水 -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用 - 獵人還要再使用喔 - 就表示這條路還可以走喔 - 遇到了崩塌地 - 慢慢的走上去 - 走過來還好 - 金望林啊! - 崩塌地前的展望 - 可以展望四溪山 - 跟新望林 - 這顆就是新望林 - 金方這條林線就是四溪山 - 這個好像是多陽彭基山 - 很像 - 我們放大看看 - 很漂亮 - 很壯觀 - 營到現在還蠻好走的 - 雖然有些小風塌 - 可是 - 都很好繞過去 - 也很好跨過去 - 也很好跨過去 - 我們走到水源處 - 剛開始是滴水的 - 這片岩壁都在滴水 - 這是河水源 - 這裡水還蠻大的 - 這裡水比較大 - 這裡水很穩定 - 可是它沒有挖洞啊 - 要從岩壁接 - 中午 - 山壁 - 我們在水源地吃午餐 - 中午 - 中午 - 吃完午餐 - 我們出發了 - 中午 主在這個很漂亮的紅柵區 紅柵處啦 紅柵處的地毯上 稀稀酥酥的 遇到 難走的乾鍋 遇到大型的崩塌地形 目前走過來還蠻好走的 陸基明顯 對 這個崩塌地可能穩定了喔 在開陸的航空就有西方 嘴巴 不要 繞過這個崩塌地形還蠻好走的欸 ok ok 通過了 通過了崩塌地 第二段崩塌地形 這邊的被比較旺 不是絕類植物 總之都 小心走 看 不明顯的 路徑走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這裡有幾段 比較沒有踏點 小心一點走 還好 這樣子要通過了 又一段崩塌地形 接回林道 接回林道 前方林道大崩塌 我們走上切高繞 很大的崩塌地形 從 上切點上來後 會接上樹林 樹林還是 一路斗上 我們高繞上來之後 會繼續腰繞 你在這一段綁了蠻多的路條 現在這個崩塌地形 已經把它航點標得比較清楚了 所以下次來 探訪的人應該比較好找路 我們山堡路沿路有綁 綁布條 到湖山有 雖然它綁的都是 細細的 可是 有 殖民營釘 殖引的作用啊 這段壓道路如果沒有路條的話 不好走 不好找路 高道接回林道 高道 走這段路省了很多時間 比走林線還快 我們可以往回看 它的 崩塌面積了 就是這麼大 也是需要腰繞 如果硬切過去 除了山羊應該 也沒有辦法了吧 這裡的展望很好 我們回到了渣雲地了 要準備拔引前往 補西山 我們來訪問一下 帶我們走高繞路線的 橋可里前輩 請問你做功德的感覺如何 很爽 很爽喔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然後 造福山友啊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多多利用 應該是不會的 腰繞路 不錯 腰繞路很好走的 我看應該是沒有人會來的 回到我的站棚了 準備收銀站 移開 移植木怎麼辦 哈囉出發了出發了 出發了 我們現在要從營地 走去 五溪山 走了走了 不是往那邊啦 李大哥 不是往那邊啦 嘿啦 走這裡 你說要陰陽遁措嗎 我就要陰陽遁措啊 呵呵呵 江湖追殺啦 45分喔 欸 要走啊 喔 舊牌子啊 往五溪山 40 40分鐘 走這條零道啦 還有40分 40分鐘 現在我們帶著輕鬆的心情 往五溪山的方向走去 看到零道都是非常的漂亮 心情非常的美麗 我們到安部的上缺點 直接攻往五溪山 中途遇到 一桌獵鳥 看起來 好像廢棄的感覺 又好像有使用喔 應該是還有在使用 準備爬往五溪山 這裏的零線還蠻乾淨的 這裏的零線上去 就到了 快到了 先放這山頭 就是五溪山 抵達 五溪山 這次也是二刷 第2次登頂 三等三角點 山頂被樹林覆蓋 所以沒有展望 我們離開五溪山了 準備往信望林的方向前進 現在走的是未知的行程 我們開始走探勘的路線 玉山南陵 南南段 這段路到現在好像還沒有人完成過 所以我們是 來做 功德的 探勘 探勘路線啊 做好路線啊 人家才知道怎麼來啊 對不對喬大 還有我們 最敏銳的祥島 豆子帶隊 從五溪山下來的林線 從五溪山下來的林線 很好走 都是扣葉林項 所以山徑非常的乾淨啊 因為這是探勘行程 所以這裡沒有綁路條 可是我們的同伴在後面 有綁一些 這裡有一個廢棄的獵鳥 已經廢棄了 中途遇到 然後在寬林處遇到一個水池 缺水的話可以利用 這個可能是動物蛙的蓄水池 這附近都是寬林啊 找正確的林線上去 這附近很多 爛泥池 我這裡有一個 這是動物蛙的 所以在寬林 有一點要繞 不知道 不曉得 因為 新旺林 新旺林過去 還是未知數啊 赤山 下面一點點 本來今天 第二天 就是 這個 是要全部 這個附近有獵鳥 好像還有在利用 走下來又 遇到一個 大獵鳥 可是他 反部已經 倒了 後面一個撐起來 這裡又一座新獵鳥 這個獵鳥還有在使用 海盜 安部 左側又一個獵鳥 我們今天要在 這個小山頭 紮營 這是我們經文的營地 我們營地行李一下 這個二號站 經過015級 批准的是三寶路的 這個搭得很漂亮的是 豆子節的 平平的有夠漂亮的啦 不知道怎麼搭的 不夠厲害的 不知道哪打 綠色這個就是 瘟豆子的 他的杖保持得很乾淨 這我們橋大的啦 一看就知道 咖啡色的 咖啡顏色符合他的咖啡的風格 這一點是 我們李大哥的 小大說這個這裡不太優啦 還好啦 勉強的啦 賢獲的人才是伺獲的啦 是不是小龍 這是小龍啦 這個是聖節的 他們都很餓了 喔這裡有 這裡有展望喔 這個營地有展望喔 很棒啊 我們去另外一邊看 我們去另外一邊看 五星級有展望營地 啊我住在 景觀第一排 整個不錯喔 嗯 感謝收看下期再見 按讚訂閱分享